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劝皇上接受个意见 他说个笑话 皇上一听 挺有意思 就同意了 所以其实你按今天观点看 东庞硕呀 算个单口相声演员 那么其实相声祖师爷呢 这里头有几个说法 你比方说相声来历 说过去呢 大清的时候呢 这齐人叫铁杆庄家 政府发钱粮 不上班还有工资 那你一天待着没事儿娱乐呗 就有时候玩个堂会干什么的 有种形式叫全堂八角鼓 拿着八角鼓啊 拿着闲子什么的 连唱带说 全堂八角鼓呢 有几样的手艺 叫吹打弹拉 说学逗唱 就本身能吹能打 能弹 能说学逗唱 都有这个 后来出了个代表人物叫张三璐 那个时候铁杆庄家倒了 齐人不吃香了 民国来到了 这帮人得有营生啊 也不会干别的啊 原来竟玩这些东西了 得 您爱听我唱这曲 爱听我说个笑话 我再给您说说 靠这个挣钱 说相声就是这么来的 从八角鼓里头 摘出来 把吹打弹拉去了 剩下个说学都差 也有人说相声祖师爷不是张三璐 这后边有朱绍文 外号穷不怕 这朱绍文跟张三璐也学过 他拿这个当手艺 塞这个天桥啊 哪块表演 都有这说法 当然相声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创造的 还有一种提法很新颖 说和宫里太监有关 就原来宫里的太监 1924年陆忠林逼宫把溥仪撵出来 太监在故宫待不下出来了 有的跟着溥仪去了天津 有的就留在北京了 太监得吃饭呢 怎么办呢 他们也不会别的事啊 而且体力活也干不了 在宫里边呢 没事你像慈禧太后啊 龙玉太后啊 说来说个笑话我听听 这太监过来嘚嘚嘚嘚嘚给说个笑话 这回出了宫一想 那些笑话我还记着呢 在街上画块地方 叫画锅 撂地 给大伙说说 说个笑话 你回头给我俩钱 说你原来你不管张三鹿竹少文那都单口的 所以这太监跟对口相声有关 在宫里头呢 慈禧太后把你叫过来说一段 一个人能会多少段啊 时间长俩人搭 说咱俩搭还容易出笑料 你孙我 我孙你的 哎 互相之间有个照影 这段子就丰富了 所以说对口相声跟太监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形式 我们不能单纯就艺术论艺术 它一定是人为了生存 而琢磨出来的满足你感官享受的几种方式 所以离开吃饭 离开生存 谈任何艺术 恐怕都是空中楼阁